说起中国古代的富裕商人 大家可能想到靠银钱生意发家的晋商 靠典荡垄断发家的挥商 而我们今天要讲一讲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盐商 因为盐商们依靠范盐所积累的财富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说他们富可敌国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那么如此巨额的财富他们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呢 后来又为什么逐渐没落了呢 在古代想要做盐铁生意 首先要跟官府打好交道 因为盐铁在之前是由政府掌管的资源 盐商想要拿到经营权 需要先拿到政府的凭据才能拿到货源 所以必须得与掌管盐引凭据的官员搞好关系 最好能和皇上打上线 这样就可以保证货源无忧了 为了讨好皇帝 盐商们可谓是大匪周章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 运商 厂商 总商等名目 他们在实验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 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由于清朝的乾隆皇帝经常南下游玩 两淮地区的盐商就想着法子的投其所好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接待乾隆 他们沿岸搭建舞台 让人扮作神仙在上面表演给皇帝祝寿 不惜耗费数十万两白银 为皇帝修建行宫 以宫游玩途中休息 赤巨资修缮著名景点 只为博乾隆一赞 果然皇帝很高兴 对盐商们大家赞赏 扬州官府的官员也领会精神 为盐商们拿到经营权 大开方便之门 除了努力从官府领官盐 盐商们还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要知道即便有官府的凭证 他们能够领到盐的数目也是有限的 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 盐商们主要的货源不是来自官府 而是来自贩卖大量私盐的商贩 因为私盐比官盐 美金要便宜十六文 将大部分私盐和小部分官盐 混在一起卖 能够获得双重利润 久而久之获得的财富 就非常可观了 并且盐商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 日子过得十分安逸奢靡 他们花大价钱买奴仆 漂亮的女子来服侍自己 衣食住行无不经心 花银子像流水一样 奢靡的生活让盐商们开始膨胀 慢慢的不再把官府官员放在盐里 而商人们获得的巨额利润 又让当地官员非常羡慕 终于在1768年 由于扬州的盐商送得孝敬 没能达到掌管官员的官员要求 所以盐运史司觉得盐商们目中无人 一怒之下向乾隆帝递了奏折 指出之前官商勾结的种种室友 乾隆皇帝越后龙岩大怒 下令彻查此事 最后还侦查出了上万两的亏空 之后大批的涉嫌中保私囊的官员被免职 盐商们也由此遭了灾 盐商们一看事情不妙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马上卖房卖地凑了白银多达三千多万 上缴给皇帝的银库以示中心 由此也成了一个惯例 每当国家发了水灾旱灾 或是征兵打仗 盐商们都得乖乖地上缴银子 以表忠心 可是这些银子从哪来呢 当然还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身上 层层盘剥而来 他们为提高盐价 而且以次充好 搞垄断 强买强卖 最终引起老百姓的怨恨 尤其是太平军起义的时候 盛产盐的江淮地区 成了他们的据点 这些富得流油的盐商 被太平军搜刮得一干二净 而那些收到消息 望风而逃的盐商 也被朝廷逼着缴纳白银 充当军费 如此一来 范盐政策改变 和上缴朝廷的孝敬 还有太平军的搜刮 使得盐商们多年的财富积累 毁于一半 从此渐渐衰落 侵害革命以后 亲政府被推翻 但是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 而延期下来